我到後面的時候也會 我現在講話開始累個累個 不會間斷嗎? 我去洗手間也會收音嗎? 你越想用力放球點就跑掉了 Focus在哪裡?想清楚 18.44這個距離不會差太多 來蹲大一點給他來 101球 只掉1分的一個碗頭表現 Yeah 來 我有可能開始一些假扮什麼 一定要看清楚 我可能會亂他 讓他撐久一點 太陽曬久一點 一好球再攻擊都沒關係 因為他今天狀況真的特別不錯 但是你們可以考慮 他一好球強到有可能用變化球去攻擊的話 其實他那個是比較輕的球衣 不要太早放掉 急到球 我們先以急到球為主要大方向就好 上不上得先丟一旁 過程能做得出來才有上雷的朋友 這樣子知道嗎?好不好 來 收讚一上 收讚 第二回合的時候我會開始突襲 有些偷點的話 甚至往一壘去都會有東西 看他們在四五局把他逼到五六十顆 就會有個轉機 你在拆變化球對不對 所以你的腳沒有在拆 一定要跟直球tempo 跟直球變化球慢 我還可以跟 哪有人在拆變化球 他球過了你看就沒有機會了 顛倒了吧 好吧 專心守備 專心守備 不要讓投手太好過 我就算兩好球纏鬥 也是耗他體力的一個方式 好吧 來專心對決打者來 劉晨佑會被先啟動 假跑了一下 快走 直接被三連手給接到直球 快走 快走 慢慢躲就沒了啦 球投得不錯 微笑帶過就好 微笑帶過就好 對 微笑就好了 微笑會有正面的能量 不要去想了 彎彎來 專心打者就好 當做老天的考驗你就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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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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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鬆一點 沒有雙殺就算 你一直在想要幹嘛 你就把他想說每一顆球都會打給我 去享受 球上不要分年齡 一起讓他就展現出 這個問題是欠缺的地方不行 好不好 沒關係 很棒 很棒喔 很棒他精神繼續撐住 但是只靠精神沒有用 第二輪開始大家開始用收打 我要開始搞他 大家需要你們一定要配合 犧牲掉自己想攻擊的慾望 所以先配合一下教練 只要上來都是MASA 好不好 好 等一下幫我傳達給每一棒 等一下從這一局開始 所有都是MASA 不要 要去 好 走 高球一打 後ろ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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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大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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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攻下球隊的第一分 抱頭 大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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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結束 這一曲還沒有結束 再來 大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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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很好 大頭 大頭 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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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輕輕用毛巾擦粉 真的看得到 會不會暈 會不會暈 真的不要勉強 看到林秉哲的精神 聲音不能輸給他 真的很頑固 問了快30次就要下來 他不要 沒有是還好跟他看是插到 郭總 他說人們最喜歡看小蝦民 戰勝大鯨魚 你們明明就可以去做個實驚者 對吧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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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了漂亮 好 一樣繼續抹擦 一樣繼續抹擦 好 就是這樣 感謝各位配合教練的策略 我還繼續亂 所以你看當那個HIT都浪出來 黃翔鯨那顆已經很差很多 只要他擊到球 都有一線升級 一失誤我們就把握住 所以我就講 滾地球的機會真的是很大 輕鬆一點 你當Skool 你點地上最好 但是他們已經在防你 但是他們已經在防你的打擊 你就算點不到 不要輕易的把你的底牌露出來 如果你真的點不到我就換了 你對你自己沒自信嗎 當初贏古堡是誰把它點下去 那個叫誰 我 叫什麼名字 林靜雯 叫什麼 林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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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不用讓我們自己去當沒關係 做好綠葉嘛 主角襯托出來就好 右臉加油右臉 棒球有說過 人人都可以當英雄 不要當狗熊 你就是英雄 好選好選不準喔 好不好 加油加油 不能只靠無職任一個人 這個球隊不是只有他而已 選手們其實 當然已經不像我們那年代 比較 嚴謹般的生活 那 也有少此話的問題 可能在家庭教育上 不會說 以前 講不好聽的話 可能生出來 你在外面就要學會獨立啊 甚至從小學 就要理工什麼叫煮飯洗衣 打掃等等 那 現在的社會 因為大家 真的實際 當然對於 疼愛的孩子的成立 比較 台語叫秀名 比較疼愛 但是我會覺得說 其實 球隊有點像軍隊 我們訓練上其實 不然在休息室看他是歡樂的裡面 但是我們在訓練中 其實是很嚴謹 就像 鐵的機率般的生活 像軍隊的生活 那其實如果你適應 鐵的機率的話 你才有辦法在球場上展現出 可以比較 愉悅 或者是 也不能說完全放鬆 比較稍微自由 但是又帶一點嚴謹 因為我覺得就像作戰一樣 你必須要 百分之百的程度去做 我覺得如果你 左思又想 又在那邊猶豫不全 你有可能錯過這一次比賽的 關鍵的play 其實球隊的氛圍 不單單是 沒有辦法 這個球隊的氛圍可以用起來 那很感謝這些隊員 其實是願意聆聽 甚至 配合教練的方針去做 我也需要 我說這個船 就算我是船長 我沒有舵手 我沒有瞭望區的那個 官員台的一些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夥伴 那我也沒有辦法航行 所以每個人都是很重要